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了AMD热认器7840HS标压CPU的高性能迷你电脑 天背GM12 这款迷你电脑是为最高性能设计的 厂家文案描述的最高性能释放 高达75瓦 75瓦已经是目前我们旗舰迷你电脑 性能释放的最高值 我们期待的最高性能释放 不仅仅是CPU持续达到75瓦的功耗 而且也要让散热和静音相匹配 既能解热又要静音 目前迷你主机主流的散热结构 有液晶散热 大面积均热板 以及多热管大风扇 您最心仪的散热器是哪一类型呢 天背GM12 装置AMD锐人7-7840HS 8核46线程的标压移动CPU 锐置锐点780M核显 双DDR5内存5600MHz 双M.2 P3E 4.0 NVMe接口 视频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加WiFi6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 NVMe散热片和螺丝 5毫米高的脚垫 说明书 这单槽小电源是Type-C接口 49V 6.32A 一共120W公率 小主机塑料机身 全身上下都是通风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音频接口 双USB3.2A口 USB4接口 Ocklink接口不支持热插拔 要关机后才能插拔 后面板 全功能Type-C接口 双2.5G网络接口 满血的HDMI2.1接口 DP1.4接口 双USB2.0接口 接口上的标识设计得不错 左右有通风口 底部看得见风扇 顶部也有通风口 取下底部4颗螺丝 很轻松打开后盖 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左边的后盖有散热风扇 双DDR5内存插槽 最高5600MHz 单插最高支持64G 这里有两条PCIe 4.0X4的NVMe插槽 还有一块可拆卸的WiFi6无线网卡 板载的Oaklink接口 我们插上两根16G的5600MHz的DDR5内存 再装上一根2T的爱国者7000Z PCIe 4.0的NVMe SSD 对比一下GEM10 看看两者的大小 BIOS里有预设的性能模式 平衡模式是54W 这里可以打开IPU 跑本地AI大语言模型 我们可以设置显存 它最高能16G 我选择了8G 稳定性是我们最惯性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IW4 跑FPU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条直线运行在54W 整机功耗跑在了73W CPU频率运行在3.9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考的50分钟内 GEM12 CPU功耗保持54W 时温22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76度 SHD温度最高上升到45度 我们首先使用天杯GEM12主机的 热认器7840HS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0分42秒 共计642秒 比GM10的7840HS要强一些 CPU-Z多线程6797.1 单线程667.5 多核性能排在我们7840HS小主机中上游的水平 Gekbench 5多核11954 单核1963 和基摩克8845HS成绩一样 Gekbench 6多核12982 单核2654 也算是排在前列了 Gekbench 223 多核15858 单核1789 多核性能 相比GM10没有拉开距离 Pasmark多线程30960 单线程3957 多线程成绩超过了GM101000分 综合来看目前这台7840HS 54W的性能发挥和其他54W性能释放的7840HS相比差不多 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1581209 CPU得分936160 我们还给这台7840HS运行了OpenW测试 AES934727 XX20371647 CoreMark495790 在CoreMark成绩上接近50万 排在我们所有Mini电脑的第五名 非常不错 更进一步 我们可以手动把CPU性能释放 从54W提升到75W 按我们下面这个流程一步步来就可以实现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条直线运行在75W 整机功耗跑在了104W CPU频率运行在4.3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55分钟内 GM12 CPU功耗保持在75W 室温22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84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45度 这个解热能力非常强悍啊 我们也测试了75W功耗释放下的CPU性能 CPUZ多线程7034.9 单线程668.2 多线程性能超过了7000分 提升3% Gagabung5 Gagabung5多核12194 单核1978 提升只有2% Gagabung6多核13213 单核2654 提升接近2% CBung R23多核16982 单核1788 多核性能相比54W释放时 提升超过7% 不错 Parsmark多线程 31691 单线程3972 多线程程积提升了2%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7840HS75W的性能发挥 相比54W的性能释放 有2%到7%的提高 接着玩游戏 DP线5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80多接近90帧 复杂场景70多到80帧 幻兽帕鲁 1080P很低画质 不开抗拒尺 跑起来60多帧 接近70帧 打起来60帧 英雄联盟 4K重画质 最后大团战 90帧左右 原神 1080P高画质 跑起来接近60帧 新穷铁道 1080P非常高画质 跑起来60帧 战斗接近60帧 这就是780M和弦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战斗接近60帧 游戏测试完以后 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 室温22度的时候 CPU最高温度81.1度 SSD最高温度47度 内存最高温度79.8度 我们也看一下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spy 3062 FireStrike 8550 稳定度99.6%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Timespy是非板在5600MHz的插入数量生之下的 7840HS的最高得分 FireStrike同样也是此时的最高得分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之时 4K144Hz 10位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满血的HDMI 2.1标准 DP和USB4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10笔的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DP和USB4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10位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索尼OLED电视 连接HDMI线插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120Hz 10位YCBCR444的非压缩信号 Radeon 780M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应接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8K60帧AV1视频可以流畅播放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7000兆B 达到了PCIe 4.0X4的最好水平 USB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 3100兆B 满血的外置存储读冻写能力 Wi-Fi测试 Intel X200 Wi-Fi 6无线网卡 跑上到6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普通的水平 Intel II26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4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GG 跑满了带宽 这些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天背GM12 装置了8Hz 16线程的7840HS CPU 54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90W 待机最高功耗10.3W 75W的性能释放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105W 待机最高功耗10.6W 如果要取得CPU最高2%到7% 整机功耗增加了10多W 这就是要付出的代价 但上面两个结果 120W的单槽小电源 还是可以搞定的 室温22度的时候 CPU代机温度34.1度 SSD代机温度43度 在台小主机 54W性能释放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45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接近36分贝 算是非常非常安静的 天背GM12迷里电脑 装置了8核16线程的7840HS CPU 可以设置45W到75W的性能释放 54W性能和75W的性能释放 CPU表现正常 几升第一流 但75W确实也没高多少 不过 不管在54W还是75W 这台设备的散热能力 较我们大为宽心 54W最高只有76度 75W最高只有84度 是我们测试过的7840HS旗舰小主机中 表现最好的那一打 静音也非常出色 满载只有36分贝 散热和静音表现 我可以达满分 接口配置也完全满足 2024年新的超级旗舰 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这一点也可以算是完美的 机身做工也相当出色 如果要跳毛病 是不是双USB4 比现在的单USB4加全功能Type-C 更好呢 总结一下 性能表现算上游 核显游戏性能登顶 做工优秀 散热精英完美 各种接口齐全 USB4也能接入PD电源 接口兼容性完美 从体积、性能、接口、散热、静音 它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天背GM12 值得我们向所有需要 迷离电脑的朋友们推荐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